少年的成长 如同一颗玻璃做成的星球互相运转 不同的星球像星星一样在空中相互回应 但玻璃发生碰撞时 只能碎裂吗 少年啊 来我的玻璃星球坐坐 你很特别 也很漂亮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原子邦尼的歌曲 那欢迎你继续来收听玻璃星球 我现在已经是这个假日的深夜了 不知道在假日的时候你过得还好吗 其实以马舍来说 我很常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 也就是说五到六和六到日的晚上 我是特别容易睡不着的 那一直以来我都有在节目上跟你们说 我有蛮严重的一个失眠的障碍嘛 对不对 那我自己尤其是在假日的时候会是这样 那我原本是在想说会不会是我太兴奋了呢 后来才发现说好像不是这样子耶 但到底原因是什么呢 似乎是一种完全放松了 但是一松下来反而睡不着了的感觉 但不管如何 总是告诉自己 这一个礼拜自己辛苦了 这一个礼拜自己真的已经努力过了 不管说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还是说在自己的领域当中 或者说在各大的专业当中 都很谢谢自己表现得非常的好 那么当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总是要恭喜自己 我们总是要鼓励我们自己抗疫 一样可以做得很好的 我们一直以来都有把防疫这件事 放在我们的心上 只是呢 有的时候防疫防久了 也是会累的 那尤其啊 这个防疫一直到了现在 其实要注意一件事情 那就是说因为这个新冠肺炎呢 它肆虐了全球 那造成了400万人以上的这个死亡 那这一年呢 也是这个 30岁以上的人口 已经达到了全球总人口数的一半以上了 那就代表说其实这正式开启了 这个高龄化世界的指标哦 那么在这样子高龄化的状况当中 你们最害怕什么呢 以我来说 当然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想象 可是我想到的是 如果说到时候 我真的要面对高龄化的世界 我很害怕孤单这件事 虽然说我很需要自己的空间啦 但是 有的时候你想到孤单 你还是会觉得说 这该怎么样去忍受呢 那光是我用想的 我都不敢想象了 可是你我都知道 好多的长辈 他们都在面临这样子的一个孤独风险 在2021年的7月啊 有一个在美国老年医学会期刊的一项研究 有说出了 跟同年龄的长辈来比较哦 如果说这位长辈 他觉得自己很孤独的话 那他的预期寿命 其实都不会比其他长辈来得长哦 那其实这是这样的一个代表呢 他是从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来找出来的 如果说你真的很明确的去感觉到孤独这件事 其实你平均的寿命会少了这个其他人的大概两年到四年的量哦 那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影响是什么呢 等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好跟你来探究这件事情哦 其实今天这个我觉得有一点像是在探讨现在现象之余 也在聊聊说关于我们正级会有的事 那这个其实就跟我之前去参加一个研讨会来讲的类似哦 他们在讲的是影法剧场 也就是说专门来为长辈来做剧场哦 可是呢 这个不是只有长辈需要影法剧场 真的是新生代也需要 那我们需要影法剧场来跟长辈进行和解 我们需要这个东西来让我们告别我们自己过往 那我们才有勇气来继续的走下去哦 所以等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会来跟你聊聊这件事情哦 来首先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曲 来自于理想混蛋Reset 这也是他们的新歌曲哦 回到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来聊到关于今天的主题哦 今天我跟你讲到的 其实就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 他们联合了日本大学科学家来进行的一个相关研究 当然不只是这里哦 还有找来好多好多的这个合作者哦 那他们研究了3449名在新加坡60岁以上的长者 他们分别在09年 11年 12年 以及在15年 你透过自贫健康状态 也就是SRH 还有这个日常生活能力ADL 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IADL 来了解参与者的健康状态 并且以多状态的生命表和围观模拟 去做评估总预期的这个健康预期寿命哦 那结果显示呢 你分别在60岁70岁和80岁的长者身上 你会看到有时候大部分感觉到孤独的人的总预期哦 他的健康预期跟活药预期寿命其实都是比较短的 那在这边我们要好好的来解释一下所谓的感到孤独者了 因为不是说你完全就一个人他就是会感觉到孤独嘛 那所谓的感到孤独就是说可能你一样身在人群当中 但是你还是会觉得某些程度上突然抽离了 某些程度上突然觉得好孤单 好像身边没有人可以懂你啊等等的这一种的哦 那像这一种的话 他其实也是感到孤独很大很大的其中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例子之一哦 那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来说嘛 是也很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哦 可是某些程度上又有一点享受 但当然啦是属于健康的那种享受 如果说是负面的 那当然就不是太好了哦 那讲到一说 和不感到孤单的人来相比的话呢 嗯 他们呢 其实哎 这个在任何的一个生活常态上 比方说长辈自行的沐浴穿衣 或是从床上 从椅子上起身 或坐下准备自己的餐点等等的 相较我来说呢 其实都会是比较 算是说比较OK的哦 所以说真的保持一个大部分开心的心情真的很重要哦 那再另外呢 就是如同刚刚我们在前面所说到的 自己有时甚至到大部分感觉到孤独的60岁以上的长辈 比起从不感到孤独的同年龄者 平均少活了三年到五年 在70岁和80岁的老人之中 感觉到的这样子 孤独者呢 比没有感觉到孤独者 他们分别少了三年到四年 以及两年到三年的寿命哦 其实这样的一个影响来说 真的是很大很大的 可是孤独与身心的症状 真的是会息息相关的哦 台湾精神医学会的这边啊 他有特别来讲到哦 就是说孤独呢 它是一个人的内在感受 就如同我前面跟大家所说的 这不是由外界来定义 每一个人都会有感觉到孤独的时候 even他现在只有一个人 可是他一样可以过得很开心 像我就遇过啊 我就遇过那种 even只有一个人的长辈 可是他过得非常的开心 快乐又愉快哦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一个台湾电视剧叫 俗女养成记 俗女养成记里面的女主角 陈嘉玲 她的阿嬷 她的阿嬷就是一个蛮标准的 even是自己一个人 她还是会感觉到很开心 很快乐的那一种哦 因为她这辈子最大的愿望 就是当回她自己嘛 对不对 我一直都在跟朋友说啊 也就是说嗯可能早些年的时代 或许对人真的不是那么公平哦 可能女性结了婚之后 她会失去了名字 她会变成是某某妈妈 某某太太 那男性呢何尝也不是如此呢 男性呢有的时候可能 在步入了一定的年龄之后 诶或许她就只剩被叫先生 或是只剩职场的头衔 诶大家不会去记得她的名字了 那真的只有男生跟女生这样吗 是不是有跨性别者 或者是第三性别者 也有这样的状况 其实我相信是有的 只是就我目前的知识量来说 并没有cover到那边 但是我相信失去名字 这一个现象 它正是不断不断的正在发生当中的哦 好啦这个有一点小小的扯远了 我们拉回来节目的这边的主题 就是要跟你讲到的时候 关于孤独的一个定义 因为这个是由自己的感受嘛 对不对 可是呢如果说你渴望跟他人 来建立亲密感或是友谊的时候 可是实际跟预期程度是有落差的 这时候就可能产生了孤独感 而孤独往往与身心症是息息相关的 包含说忧郁焦虑物质滥用等等 这一些通通都有相关哦 那因此在面对孤独的长辈 可能要先了解到他感到孤独的原因 比方说是不是生理疾病 是不是有忧郁倾向 是不是有社会文化经济因素等等的 那要找到原因才能够对症撒药哦 那其实这个相关的学会啊 像台湾市治症协会 以及台湾精神医学会 他们都有鼓励说迈入中年的民众哦 现在及早建立自己的一个社会支持网络 像是参与社区邻里的活动志工的服务哦 提早为老年生活来做准备 有助于预防失智哦 那他也提醒在现在老老照顾 或者是说没有跟子女同住的人 是越来越多的 民众除了利用共餐日间照护等等 相关资源之外 在面对感到孤独的长者 请照顾者要先设好自己的情绪防线 先照顾好自己 而且你可以多多善用长照 专业服务 并且建立适时的一个抒压的系统哦 其实讲到这边不免有一点点难过 因为在自己家里的长辈啊 他最近就是有申请了这个日间照护哦 那当然就是 当然说有些专业的东西 就应该交给专业 只是有的时候还是会想说 诶怎么自己反而都不会这一些东西呢 不然就可以自己来帮家人就好了 这样子似乎也可以增进亲情的这个发酵哦 那这个等一下呢 我在下一个阶段 我再来跟你分享吧 我们这边来听到一首歌曲 我们来听到这首 带三桑的鬼根 这个来自王瑞霞 瘦兰玛雅 还有黄飞哦 放松着温暖的声音 随时被伴着你 94.3 你最好的马迹 来自The Beatles的歌曲 Hey Jude 那这首歌曲呢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不陌生哦 尤其又有好多的歌手 包含说像是孙燕姿 他们都有翻唱过这首歌曲 那这首歌当然也在各大的神秀节目当中 我们也都会来听到哦 欢迎你持续继续来收听FM94.3 AM1089 这里是高雄广播电台 我是马士哦 这里进行的节目是在假日深夜的玻璃星球 欢迎你持续的加入玻璃星球的航空哦 刚刚呢 在上一个阶段聊到的是关于说 这个在家里啊 如果说有长者的话 我们要照顾他们之前 我们也要先好好照顾好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可以多利用长照 或者是传席服务哦 来建立抒压的习惯跟系统 那其实刚好因为 最近我的家里啊 就是说奶奶她的这个家里的情况哦 有申请了这个长照哦 就是有一些关于说沐浴 或者说有一些比较专业的 一些技能的东西 就申请长照 就麻烦更专业的人士 受过训练的人来帮忙奶奶 来做服务哦 也比较不会弄伤奶奶哦 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想法 是这样子啦 只是说呢 有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说 为什么自己会没有办法凑出这个时间呢 但是你要说自己完全没时间吗 其实并不是的 只是说可能她的时间是非常非常零碎 可能有的时候事情跟事情中间 休息个十分钟 可能有的时候二十分钟长一点 但是呢 这个时间充其量 其实也就是只能跟长辈聊聊天 说说话而已了 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 可能协助长辈进行一些生活上的打理 那可能就是基于这样子 所以也需要更专业的人来做啦 但当然了 有的时候可能看到这个 这个长照的姐姐在家里来帮忙的时候 看到也是其实会想要跟着多学一点哦 因为并不是说不想要人家来服务奶奶还是什么 只是说就是觉得自己学起来 以后也可以自己来帮奶奶来做这件事情 其实我对觉得就是说 她对曾经亲情祖孙情这个方式 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的 我个人其实蛮喜欢的 因为相信那马是能做到的 其实也就是照料三餐 然后多多聊天 那奶奶她可能需要接送的时候再载她 也就这样而已了 我最多只能做到这样子 其他的我是真的不会 其他的好像似乎真的就需要比较强烈的技能 但我会继续加油的 我们也都要如此好吗 只是说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说 也要整理好我们自己的一个情绪界限哦 并不是随时都能够跟人家予去予求的哦 好了 我们回来节目的这个大主题了一面 也就是说 在新冠疫情底下 我们正式进入了高龄化的社会 可是在高龄化的社会当中呢 我们更需要有面对一件事情的勇气 其实就是孤独感 那么在之前这个孤独感 就已经有学者透过研究来说 感觉到孤独的人比这个没有感受到孤独的人 他的这个受命的预期程度是比别人少了两年到四年之多耶 这样子其实是有影响的哦 那关于说这个感觉到孤独的一种预防哦 有三种方式哦 那在这当中呢 其实就有来提到了 就是赏辈呢 可以透过三种的建立来这个避免身心健康的危害 首先第一个要感觉到有被关心 那有的时候可能会希望我们会被对方问候啊 或者是说可能会希望我们可以多多被关心等等的 可是有的时候长辈可能真的 呃 或许他呃 期望的时间 他是从早上 一直期待到晚上 呃 那当然晚辈他可能没有事先告知 也是有不对在先哦 只是说呢 呃 这个样的一个期待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时候 要试着理解期待落空的可能原因 而且要体谅 呃 知道对方不是故意的 但自己仍然是被关心的 再来就是主动营造喜欢的感觉 将期待化为行动 主动化为亲友 那晚辈们做一些利他的事情哦 那这样子其实大家也会更间接的来达到了这个感觉有被关心的一个目的 再来第三个其实就是计划性的预防孤独了 每天安排自己走走路买买菜听听音乐 或者是说每个月呢 可以跟亲友来聚会哦 或者是说定期每一个月就医回诊 那甚至做一些小小的点心等等的 那早上醒来呢 你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其实就更有助于来保护生活当中的热忱 以及期待了 就像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情绪建立哦 那这个也是我们所会说的 这样子似乎对人也是比较好的啦 那另外其实就是要说呢 嗯 就是说可以交交长辈呢 来使用3C哦 帮助他们设定电视节目音乐频道 让他们可以来进行平板视讯 那同时也可以来和长辈约定做视讯通话哦 那如果说你观察到家中的长辈或者是家人 茶不思饭不想 那这个可能是已经有一些失智 或是忧郁的状况表现了 但当然这也可能只是老化的过程 也可能不是嘛 但是建议都要来做相对应的陪伴 那如果不行的话 那就要赶紧的来寻找专业的协助了哦 明天就温暖的声音 就是变三 让我有整天好心情 就是变三 很像生活点点滴滴 就是变三 随时陪伴着你 你最后的马迹 中到美加 樱花纷飞时 继续收听到的是玻璃星球 我们还在星球航空上面哦 所以为了您的安全起见 请不要随意的站起来走动了哦 那在这边来多跟你提到一件事情 其实在台湾来说 因为我们很早就已经确定 要进入高龄化的社会了哦 那根据国舰署呢 他们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访问调查统计 超过86%的长者 他罹患了一项慢性病 69%是两项 那47%以上的长者 可能同时罹患了三项 甚至更多的慢性病 那么在慢性病来说 最多的就是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 以及心血管疾病了 那又根据研究显示 这些慢性病 它跟睡眠是息息相关的 尤其这个阻塞型睡眠 呼吸中止症 如果你没有治疗的话 会增加心脏血管疾病的风险 来升高这个离病的几率 会达到了2.9倍之多 这个影响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大的 可是呢 在一项台湾民众睡眠呼吸中止症 与慢性病认知调查的一个访问中 其实会发现 这个民众虽然对于睡眠 与慢性病的关联有一定的认知 可是采取行动检测 与就医的意愿行动 其实是偏低 而且甚至明显的去感受到 所谓的病适感不足的 那这当中超过八成的人 不愿意来做检测 那问及相关的一个控制的状况的时候 还是会有这个76%的慢性病受访者 他是不愿意接受的 那这当中呢 其实有超过半数的人 他认为自己的睡眠问题并不严重 可能最多就是觉得自己打呼很大声 可是呢 觉得有自己感觉到 这个打呼很大声的受访者 反而他们有比较高的一个疾病治疗意愿 那台湾睡眠医学会 他就有指出了 在台湾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 影响超过了是数十万人 根据学会的调查推估 只有一成的病患来确诊 那还有九成的一个患者 身受了疾病的影响 却不自知 那才会发现 这有这个低检测意愿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说药物没有办法 进行慢性病控制 要注意的其实就是 疾病发出的一个警讯 那有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说 起床后你去测量一些数值 其实高于睡前 那就代表说身体在睡眠的时候 那个修补能量其实是不太足够的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底下呢 那当然了 就要更注意自己跟睡眠相关的一个问题了 那当然还有一些方式你可以来注意 像比方说你觉得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可以听到自己的憨声 每晚你都会起床去浮测两次 甚至是更多次 那甚至睡眠时间足够 可是你还是觉得好疲惫 白天注意力并不集中 容易打瞌睡等等的 这些都有可能是 阻塞型的睡眠呼吸中止症 产生所导致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都是建议大家 可以来进行睡眠的一个检测 也就是说在这一方面 还是需要大家特别多多的来注意啊 你听着温暖的声音 94.3 让我有整天的好心情 94.3 感想生活点点滴滴 94.3 随时陪伴着你 你最好的马迹 来自于Jolin蔡依林 跟国外DJ所来合作的歌曲 那这首歌叫做I Wanna Know 其实除了这首歌之外 Jolin在最近 其实也有跟国外DJ来合作出了新单曲 那其实歌坛最近有非常非常多的 好听的歌曲就已经释出了 在节目当中有空的话 我们都会陆续的为大家来播送 而今天玻璃星球的航空 已经到了目的地了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达成 我们要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 再次来到玻璃星球的航空旅程当中了 谢谢您 那最后呢 我们把歌声交给魏如云 让他带你到秋香来去玩玩吧 我是马仕 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面咯 祝你晚安